请你点赞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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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改弯得不错 等会儿去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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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哭了 怎么这样 乖 乖 不哭了 这这 这刚受伤没几天的孩子 这怎么就会负戏 还发热起红疹啊 难道是今日喜儿宴 刚才报处期间的兵库 找方舍了啊 快 来人 去请大夫 好了 好了啊 是 毕子这就行 不哭了 不哭了 就好了 不哭了 大夫这就来了 这太激人了 这不哭了 不哭了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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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 好啊 来了 夫人 大夫 快 快来看一下 这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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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胆狂吐 竟敢趁喜儿宴府中兵客众多石潜若府中 劫作我的孙儿 公然还留下字条 让我用虎符去换 还请主公息怒 来者不善 当小心应对 不善于 你 不善于 你觉得 到底会有什么人 敢如此胆大妄卫 朕西军 刚从旺州败美 离咱不过咫尺 崔家军的那位崔公子 有亲帅大军在左近 此刻 这两家已然是对我们并州 虎视眈眈的 朕西军丧家之权 不足为虑 只是 那位崔公子 颇为棘手 先如今对方劫走了小郎君 又口口声声 叫咱们把虎符 放到城外的树林里 如若不然 他们会对小郎君不利呀 把贾虎符 送给他们 是 来 你说还好我们住进来的时候 你扮作孕妇 否则这平白无故 多出来一个婴儿哭哭啼啼的 肯定会让人起义心 不对 应该是 幸好你在山路上走不动路 我让你加班孕妇 你说 我是不是特别名剑千里啊 皇孙殿下 还真是草蛇挥陷 伏笔千里呢 怎么又哭了 皇孙殿下 又该换牛铺了 不 为什么又是我 因为你是名剑千里啊 我 真是怕了你呢 来来来不哭不哭啊 不哭不哭啊 怎么拉这么多 主公 如何 主公 我一名人在树林严加把守 可是天都快黑了 却不见有人来拿虎符啊 没有人 是 在下控主公担心 就先回来复命 主公 你说他们若拿不到虎符 会不会对小郎君不利啊 你可得好好长大 这样才不枉我们皇孙 帮你洗了那么多尿布啊 走 放火去 一会儿可要注意啊 千万别烧到这件屋子 知道了 走 走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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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了 怕是敌人知道虎符是假的 来抢真的虎符了 快派人到南边院子 躲背水龙以防火焕